我所謂的它還是停留在少量 那我講的是說 你真的要上電商去賣的時候 它有保存期限的餘率 還有把它保存期限後 你的保存期它東西的所有的等動後 它的食品的變化 所以你要長期去做這些東西之後 真的要去透過專家 還有請這些專業 那就是最後 查你才能去做這一個 電商的一個販售 而且還是還要考量到後續 可能說一些配送的問題 就是因為還有保鮮的一些問題這樣子